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下午五点 铭记爆料篮篮篮一队第一轮正式产生 球迷感到意外和遗憾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篮篮国家队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再过几天中国篮篮将会趋增四日赛 虽然说两场比赛都是对阵日本队 而且日本篮篮并没有派去最强阵容 球队中的众多大派球星 比如说八成类等球员呢,悉数缺席 整体实力相比啊,中国篮篮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呢,杜峰也不敢掉以轻心 如果说最强阵容的中国篮篮 无法战胜缺少八成类的日本篮篮 那么呢,杜峰将会遭入到很大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杜峰知道 也是精心挑选的多达16名优秀的球员呢 进行集训备战 那么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啊 很多球迷也希望杜峰指导能够做出最终的决定 那就是敲定最终的12人大名单 其实这个选择对杜峰指导而言也是非常的精难 首先各个位置要平衡球员 其次啊,要考虑到各自球队之间的化学反应 那么因此啊 很多球迷也是提去了一些建议 但是呢,这种的决定权肯定在杜峰指导身上 那么做举帅 第一个方面要考虑球队的战学配合 第二个方面呢,也要考虑到球员的伤兵问题 那么就在近期下午五点钟左右啊 根据篮球记者宋祥的报道啊 中国篮篮离队的第一人已经正式产生 他就是啊,来自新疆队的封信汉将麒麟 作所周知啊 麒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情风队员 在山河位置啊,拥有一定的实力 而且麒麟的三分投射也是中国篮篮所需要的 但是呢,现在麒麟因为伤病的软瘾啊 遗憾的选择了退区 很多球迷啊,也是感到非常的惋惜 根据媒体报道啊 麒麟是因为受困脚步伤病的影响 无法跟上国家队的训练 最终啊,也是遗憾的选择了退赛 本次国家队的集训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任务中时间紧 陆锋指的啊,也不敢有半点马虎 那么现在麒麟即将离队啊 对于很多球迷犹应啊 可能是秦宁之中 但又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所以秦宁之中啊,因为新赛季啊 麒麟在新疆队的表现啊,并不是那么的好 因此啊,麒麟当时日行集训大名单的时候啊 很多球迷也表达去了质疑之嫌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球迷们并不应该质疑麒麟 为什么这样说呢? 麒麟本赛季表现不佳了 实际上与新疆队的 球队的聚病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周期离队之后啊 新疆队的整体打法发生了改变 麒麟也需要时间去适应球队新的打法 现在啊,阿布杜沙拉姆回归新疆队之后啊 麒麟也需要试验,球队也存在着球传分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麒麟的各种数据有所下降 应该是能够接受的 那么为什么 我认为 麒麟退区有些意外呢? 主要理由就是啊 目前国家队能够胜任三号位的球员了 其实只有三个球员 分别是周鸿、张振宁、阿布杜沙拉姆 而周鸿作为一名老将,不可能打满全场 在这种情况下 相当于啊,只有两个体力充沛的 年轻风性球员,张振宁和阿布杜沙拉姆 那么在国际大赛上面呢 中国两人的风性轮换啊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啊 麒麟作为一名优秀的三号位球员呢 殷商选择退区 这个杜峰啊,提出了一个难题 不知道啊,杜峰值了 在最后时刻呢 是否会重新挑选一些球员 加入进来呢 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